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今天辛苦了 不想被嚇到嗎? 那什麼事? 你們都沒有被嚇到嗎? 是嗎? 好 我們這幾天諮詢了好幾個界別 我們昨天和建築測量界有一個諮詢 我們今天去了不同商會聽取他們的意見 昨天我們也回應了大律師工會的意見書 今天也開了最後第二個公開論壇 正反的意見我們也聽取了 也看到市民無論是從哪個界別 或者是誰的區份來 都是很關心這個議題 而在政府方面 我們是會充分考慮 不論是市民遞交的意見書 團體他們的立場書 或者是民意調查 我們才做了一個整體的評估 才會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我們提去立法會的條例草案 是否需要修訂 但是整體而言是要有效地堵塞這個漏洞 今天在場內場外都是有人士比較圈揚 看來他們本來已經決定不會守這個大會的秩序 但是我們在香港社會 我們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我們大家都是尊重香港的法治 在這個地方是動口不動手的 如果大家是有意見 是大可以在公開的場合來表達 亦都可以透過他們在立法會的代表來反映 今次是很不幸 在我們這個會場是有一些破壞的 有些門已經遭到破壞 亦都有保安的同事受傷的 這些我就留待給我們有關的部門 如果有需要就跟警方來跟進 但是最後我想說就是 我們香港是一個文明法治的社會 大家是可以理性討論這些議題 我亦都相信香港市民 港大的市民 都是希望我們大家維持這個立場 我跟大家講講英文先好嗎 我跟大家講講英文先好 大家的問題是 剛才進來的情況 那個情況都比較混亂 就是人衝進來 大家不是看得那麼清楚 究竟當時你的情況是怎樣 你可否形容一下你怎樣將台場 和柳方郎見你連標都留在桌面 標留在桌面 我經常在立法會都會發生的 因為我留在桌面 我是看著時間的 沒有什麼事的 其實剛才那個情況 我們大會也有預計到可能會發生的 如果在場內的別墜 如果大會是有人搜的話 那個大會是不能夠繼續有序地來安排下去 我們會暫停的 其實和在立法會你暫停會議都是相類似 你的問題 會不會檢播保安安排 和覺得會不會因為部分人們 都能夠入場 所以導致到這些不適法發生 日後會不會考慮 著情或案需要讓他們傳統進來 其實我們每一次去做這些諮詢會 我們都是按需要去做保安的評估 而議會人士 我們是盡量安排他們可以入場的 今天我們這個場館 是可以坐295人的 我們在排隊那裏 亦都是容許有28位的市民進入 正如剛才我在諮詢會那裏 已經跟大家說過 梁國雄議員因為立法會議員 我們其實是有預留一些空間 是請立法會議員可以入場的 我們亦都和梁議員講過 但他就說他不要入場 我想他寧有他的工作計劃 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你剛才說 是否有任何人入場 但現場所見 其實在後來是有點空著 但是也有些意見 都不能入場他們 那這裏是否保安上來 你剛才說 我們的大會是按照 早幾個星期 大家打電話來報名 來到辦事 而如果有任何的座位是空了 都是被那些已經排行隊的市民入座的 他們是按照他們原先的計劃來辦事 至於工作人員 他們當然也需要有一些位置坐 但是我們已經盡量安排 未登記的人士都可以入場 好 這裏是比較的機制 其實都是因為提普機制 人士 社會以來的心態 會否都是政治 還是設計提普機制 還是要運動 我不認為這是設計上的問題 因為如果大家認為提普機制 或者議員請辭 應該要搞補選 這是有爭議性的 這是我完全承認的 因為在香港我們做這些選舉 政制的事宜 往往都是有爭議性的 但有爭議 大家是完全可以 在議會之內 或者議會之外 表達意見 我們有一個憲制上的安排 政府的提案 如果沒有超過半數的議員支持 是不能夠成為法例的 我亦都當然知識到 有某些黨派 他們的立場是比較激烈 而大家會看到 近年他們不單止這些諮詢會 或者包圍立法會 亦都會衝過中環一些馬路 阻礙香港的公共交通 這些情況不論如何發生 特區政府都會依法處理 我們有關的部門和香港警方 是會繼續按照香港的法例來辦事 好 最後兩條 好 你講 我們的諮詢期是到9月24日 其實在過去一個多月 不論是做公眾的諮詢會 或者我們在電郵和傳真 以及收到的書信都已經不少 我相信整個政治光譜的意見 我們收到的了 和相關的黨派 不論他們是支持 或者是不支持這個逮捕機制 他們都有一定的掌握 我們也都不需要太著急去提這個 最後的方案 但是在9月下旬以後 我們都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我們是需要安排這個 11月6日的區議會選舉 我相信這兩個月 是做這個提告機制的公眾諮詢 是可以幫到我們去掌握全面的意見 最後一條 好 你講講 其實現在收到的事件 是之前的多 反對居多 還是反對居多 還有其實現在都有很多 都有不少的要求 反對這個方案 就是希望維持反目的 或是保證那個 是維持反目的 那局部門會說 都會考慮這個 是否要 我會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一些民意調查 整體而言是要修改這個立法會的條例 來堵塞這個漏洞 這個是按照民意調查反映的 是佔大多數的 至於最終我們是用一個什麼的方案 是用一個選舉名單來替補 填補這些空缺 又或是不容許已經請辭的議員 是回頭參與這個補選呢 這個判斷我們目前是沒有做的 我們是需要很小心地研究 和分析我們收到的意見 不論是書面的意見 或者一些公眾諮詢聽到的意見 或者民意調查做到的意見 或者不同黨派的立場 我們才會做最後一個判斷 那我可以再重新和你說多一聲 就是關於這個補選的安排 我們原先都是沒有一個政策 是要將它修訂的 但是這個是正正因為去年 有兩個黨派五位議員 他們中途離場 他們扭曲了這個補選的設計 我們只需要檢討和提出立法的建議 今時今日我們是第三屆政府 我們依然有大約一年的時間 就要交棒給下任的政府 我們不希望這個漏洞 是繼續可以存在 也都導致到在下一個四年的立法會的任期之內 這些問題是重現 只要有空間 我們希望合情合理 合法地來堵塞這個漏洞 多謝大家 剛才的感受是怎樣 OK